嗨,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我是诺,那这一次想要尝试一个新的呈现方式是用podcast语音的方式来呈现想要表达的题材 那就可以请妈妈们边做家事一边听,边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一边来听 这次要讲的是,好焦虑,我该停用社群媒体吗? 会想要开始聊这个主题是因为,每次在很疲劳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滑一滑社群软体来放松 可是怎么觉得好像越滑越累啊,可能是社群媒体让我觉得归纳出几个下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好像有义务要知道所有的事情,常常在脸书或是看到有人po到什么新的消息 大家一起说恭喜啊,哇塞啊,好赞啊,之类的 我明明心里面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看到共同的朋友都有留言,就会担心 如果自己没有讲什么的话,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也跟着一起留言,甚至会讲一些违心之论等等的 我就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讨好人了 有的时候,当一群朋友一起聊到某一件事,是我不知道的 我也会开始有点紧张 想说是不是漏接了什么讯息 就常常活在这种紧张和害怕里面 第二个是,怕自己的po文让人看得不舒服 怎么说呢,就是当我检讨我po自己跟家人之间的事情在社群媒体上面的时候 也许动机只是我认为是想单纯的分享生活 但会不会让有一些生命还没有进到那个季节 比如说单身的朋友感到孤单呢 甚至我po文的动机真的是想要单纯的分享生活吗 还是有,也有想要呈现我过得很好的表面呢 嗯,我自认为是想要分享,可是真的有那么单纯吗 或者是在我想要分享的背后 我其实里面是有一个优越感 想要表现出来的 第三个是,生活变得很表面 用了社群媒体之后 常常是连出去吃了什么或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 第一个念头就是想 这个要怎么拍,等一下要打什么文字,怎么样po文 我好像越来越难活在社群媒体出现以前 那种单纯品味生活的日子了 变得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手机 手机都变成我的主人了 我变成手机的奴隶 任何时候都在注意看看 有没有什么可以拍下来分享的 就变得很难活在当下了 另外我也不想要在脸书和IG上 有好几百个朋友,但是都不熟 我渴望的是真实的惦记着彼此 有事情可以马上信任他 然后马上找他的那种友情 接下来这个部分呢 我想要聊聊 停用了社群媒体之后的改变 第一个是活得越来越轻松了 我觉得压力变少了 刚刚说 我觉得有义务要知道身边朋友发生的事情 一天没看到大家发生什么事 就觉得哪里怪怪的 但是久了没有用社群媒体之后 没有大家的消息了 好像也没有因为 没看到他们的消息而少了什么 该知道的事情总是还会知道的 所以心里就觉得更加的轻省了 第二个是友情变得比较深入 少了跟一大堆联友互动 然后简化成跟少少的几个朋友 私下有一些互动跟联系 反而是更强化了一些跟朋友之间的情感 也就是说我更在意 这些有在互动朋友的大小事 把他们事情放在心上琢磨 就有更多更有深度的谈话 第三个是活在当下 在停用了社群媒体之后呢 我的注意力勉强了 我花更多的时间去注意到身边发生的点点滴滴 那进而也有空出更多的时间 去做一些该做 很想做 可是拖延了很久的事情 比如说 我一直很喜欢写文章 从十几年前在无名小站就很喜欢写文章 小学中学也都是很喜欢写文章的人 但是现在社群媒体都 文章内容就是短短的 那我也开始习惯写短短的 不太需要经过思考的东西了 那这样长期下来 我就更懒得花心思去构思 我真的想呈现的素材 那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 如果你突然停止了 使用社群媒体之后 会突然感到患得患失 那多出来的时间该怎么办呢 我当初几个月前也是这样子 会有点像是戒断症状 一直想要摸手机 一直觉得坐立难安 那我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是刻意的跟真人建立关系 要刻意哦 可以花一点时间 传个讯息或打个电话给 很久没有联络的家人 我朋友 我自己有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次 我因为产后的一些烦恼 突然联络了一个家人 才发现他其实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 都是从他的社群软体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深觉 我好惊讶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 在关注社群媒体之间朋友的事情 我在到处开心互动的时候 竟然对自己家人发生的事情 浑然不知 所以当我真的打一通电话给对方的时候 在电话的这一头 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他的语调等等 这跟打文字讯息是差很多的 传文字讯息可以是很简单的 嗨 你最近好吗 对方可能会答 都好 文字碰文字 可能有时候就很难有下文了 但如果可以定期的 譬如说一周一次 固定打个电话 给你想要联系的对象 联络一下 多一点关心他 或刻意的 记下几个朋友家人的生日 一年打一次电话 关心一下 分享一下近况 没有目的 就是想要关心他 相信那个生命的重叠的痕迹 是会很深刻的 第二是 培养或者重新建立一个兴趣或习惯 也就是说累的时候 或者无聊的时候 滑个手机 看起来好像有在做事 可是也可能因为越滑越累 而忽略了原本应该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说 很多本身的创造力 反而被这个习惯而限制了 身体跟头脑会因为滑手机比较轻松 那就越来越往轻松的路去走了 我最近因为借了社群媒体 所以开始了充实阅读的习惯 那慢慢习惯成自然 那开始窗边啊 沙发的手把都放一些书 随手一摸 就可以读一小阵子 那希望可以慢慢地追上 大学时期的专注度 在那个社群软体 还没有兴起的时代呢 那个时候还可以跟同学 相约打球啊 相约一起带书去咖啡店看啊 自己在家也可以专注看 一两个小时的书 但现在就很难了 专注度就下滑 没有摸个几页就想要 再去看看手机了 那有一个后话 就是说 有了这个起心动念 也许可以先试试看 你可以试试看 停用手机一个礼拜 观察一下 自己的心理状态 是变得更充实呢 还是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没有什么差别 可能这个压力 不是从社群媒体来的 那就可以再继续去探索 那如果觉得 也没有怎么样 反而变得更充实 更有精神 那也许可以试试看 停下来一个月 停下来三个月 或者就不要继续用了 都是有可能的 那最后 我们一起加油 慢慢地找回 那个初衷 那个单纯 容易满足 那个踏实的自己 那今天 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